哈喽哈喽,我是嘟队 今天来做一个留言夹小摆件 裁剪5厘米乘4厘米的纸板 流出1厘米,画标记线 标记线上左右各流出1厘米 连接上面左右1.5厘米的位置 将这个位置抠掉 这就是相机摆件的外观 根据自己纸板的厚度多剪出几块这样的形状 粘贴在一起 白卡纸剪出同样的形状 分别粘贴在正反面 测量一下纸板的厚度 裁剪同样宽度的卡纸条包边粘贴 涂上颜色制作相机的机身部分 裁剪一张宽度1.5厘米的长条 转成小转制作镜头 粘贴组合在一起 粘贴组合在一起 镜头的位置稍微向下一点点 将铁丝拧成一个小支架 我们下转贴组合在一起 戳一个小孔固定住就完成了 我还制作了一个电视机的造型 这里最后一块纸板扣出一个边框制作显示屏 同样是用白卡纸包一下涂上颜色 如果这里支架不稳的话就涂上一点胶固定一下 完成